大家好我是CG 话说在很多年前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喜欢钓鱼 只要一放假就会拿着钓杆到处跑 当然像我这种业余钓着玩的 钓到的都只是一些小鱼 钓过最大的那条也就只有两只手长长 但对于我来说已经兴奋到不行 当天晚上就把它给料理吃了 然而在国外钓鱼不仅仅是一项休闲活动 因为他们经常举办大大小小的钓鱼比赛 而且奖金还非常丰厚 于是就吸引了很多人成为职业钓手 但同时也因为奖金太香的关系 导致很多人会在比赛的过程作弊 最近美国的一场钓鱼大赛就爆出了作弊丑闻 有趣的是这次的作弊仔刚领完奖就被抓包 结果差点就被全场干翻 这次的事件发生在俄亥俄州 克里夫兰市举办的一场职业锤钓大赛 比赛的规则很简单 参赛者每两人一组 在主办单位指定的水域和限定时间内进行锤钓 然后各组拿钓到的最重五条鱼来比较 哪一组的总重量最重就能获胜 而比赛的目标鱼则是外号牙鱼的苏炉 大家看到苏炉的牙齿应该也不难理解 它为什么会被叫做牙鱼了吧 虽然苏炉的样子不怎么讨喜 但是肉极细嫩又没什么鱼骨 而且营养价值极高 蛋白质含量超过20% 在美国很多人都喜欢煎着吃 但也因为苏炉身心凶猛 让它成为职业锤钓大赛的热门目标鱼之一 至于这次出世的组合就是雅各布和蔡司了 目前42岁的雅各布和35岁的蔡司 是苏炉锤钓界的超新星 两个人近年可以说是很少苏炉锤钓界 光是2021年他们就赢了几个大赛冠军 雅各布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表示很有信心能在2022年继续赢下去 而在这次出世的垂钓大赛 雅各布和蔡司就已经赢下了三场预赛 积分排名一直处于领先状态 绝对是这次大赛的夺冠热门组合 到了11月1号决赛日当天 各个参赛组合都排着队 准备给他们辛苦调来的苏炉称重 从主办单位的直播影片可以看到 大部分参赛组合的五条苏炉加起来 重量都落在20磅双下 差一点的只有十几磅 最厉害的也就28.18磅 那雅各布和蔡司的称重成绩又是多少呢 就这样雅各布和蔡司以33.91磅的成绩拿下了大赛冠军 下台后两个人还马上拿着他们钓到的苏炉派下这张笑得很灿烂的冠军照 不过在同一时间 有参赛者就跑到台上跟主办单位投诉 说雅各布跟蔡司钓到的鱼怎么看也不像有那么重 的确对于经常借出鱼的职业钓手来说 很多时候用看的就能大概拆到鱼的重量 于是为了公平起见 主办单位决定把雅各布叫回来复合成绩 接着因为在复查鱼货的时候 主持人摸到鱼肚里有不寻常的硬块 于是决定把鱼割开检查 结果就致计了 没想到主持人把鱼割开后 竟然发现鱼里被偷塞了千块作为家中物 而且还一直挖一直有 这个发现让在场的所有参赛者都非常激动 把雅各布重重包围 并且亲切地问候他 一脸无奈的雅各布只能原地站着 接受其他参赛者的问候洗礼 至于队友蔡司眼见视色不对 老早就跑回车上把自己反锁了起来 由于画面太乱 大家的情绪越来越激动 主办单位决定介入 以免发生肢体冲突 最终主持人在鱼肚里找到10颗中8-12盎司的千块 另外还有几片用来包着千块的输入鱼排 以防鱼被搬运的时候 千块因为碰撞发出声音而创邦 而雅各布和蔡司这段被当场抓爆的影片 也瞬间在抖音和推特被疯传 就连CNN 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也有报道 网民也扼搞起雅各布和蔡司的得奖照片 这时候不懂钓鱼的人可能会说 我就塞了点东西作弊嘛 至于吗 但当你知道雅各布和蔡司赢了多少奖金后 你就不会这么想了 开头我也说过 国外钓鱼大赛的奖金很香 那究竟是有多香呢 以最有名的FLW世界户外钓鱼大赛为例 每一分战的冠军奖金大概有10-20万美元 总决赛冠军的奖金能达到100万美元 而今年8月举行的白马鲫鱼公开赛的冠军奖金 更是达到了450万美元 即使是雅各布和蔡司这次参加的这种规模不大的比赛 冠军奖金也有3万美元 有网民就估计两个人在整个职业生涯里 总计赢了接近300万美元的奖金 那现在大家明白 为什么在场的其他参赛者 发现有人作弊的时候会那么激动了吧 正正因为奖金太香的关系 钓鱼比赛作弊的情况其实非常常见 所以很多比赛都会在赛后要求胜出者接受车谎 我说的车谎不是淘宝的那种电极车谎玩具 是连FBI也采用的那种专业车谎仪 车谎问题包括你什么时候开始钓鱼 有没有用多余一根鱼杆 或者鱼是不是你钓之类的问题 而在这次作弊被抓爆之后 有网民就发现原来雅各布和蔡司 早在阿里阿一年的一次比赛 就因为没有通过车谎而被取笑冠军头衔 还要推还总值10万美元的奖金奖品 当时雅各布还恶人先告状说自己一定不会作弊 还要找律师提告主办单位还自己清白 但是这一次雅各布和蔡司被抓了个现行 应该是随喜也不清了 目前雅各布和蔡司已经被起诉作弊 企图盗窃 管有犯罪工具和非法拥有野生动物罪 警察也抠留了蔡司在之前比赛赢到了快艇 醉成入狱的话 说不定还会被热爱钓鱼的仇友教训 像他们把千块塞进鱼嘴那样被塞一塞了 其实偷塞千块的作弊手法 在钓鱼界也不是什么新现实了 2010年美国钓手麦克也被抓包偷塞千块 不过他的手法比雅各布更为高明 麦克偷塞的千块上绑有鱼钩和一小段鱼线 把千块偷塞进鱼嘴后再用鱼钩钩着 这样千块就会卡在鱼的喉咙位置 即使是墨鱼肚也不会被人发现 但除了偷塞千块以外 钓鱼界的作弊手法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阿里九年警官布莱恩在巡查的时候 就发现有四个人坐着快艇在湖上鬼鬼祟祟 因为这湖是不允许快艇进入的 布莱恩于是就上前调查 结果发现船上还有几条已经死掉的大鱼 刚好布莱恩又知道第二天这个湖上会举行钓鱼大赛 于是他就把这四个人和鱼的资料记录下来 然后通报给钓鱼大赛的主办单位让他们注意 没想到第二天四个人真的都出现在比赛上 还打算神不知鬼不觉的用预先尝好的死大鱼 装作是自己刚钓上来的鱼 最终四个人被取消了之德 也失去了三千美元的冠军奖金 最后布莱恩警官也奉圈作弊仔 好了,我是夏基 我们下次见 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